專家就炮轟民進黨政府 是欺騙百姓逃避現實 因為綠電沒有達標 未來勢必要靠火力發電 如果連核電廠都不研議 恐怕未來真的是用廢發電 全台停電輪翻上演 國內到底缺不缺電 行政院長反駁怎麼說 在生能源的發電量 增加了將近六倍 我們的能源到2030年 都沒有缺電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陳建仁不認缺電 但專家很大臉說 別忘了415限電危機 還歷歷在目 你這些新增的發電量 都只有短時間可以使用 勉強可以作為基載的燃氣發電 也卡在天然氣的供應量部署 你怎麼還有那種自信 可以去說台灣不缺電 415限電危機發生的那一天 不就是在生能源 完全沒有發揮它的作用 台電總經理就警告 若是綠電沒達標 明年八成電力都得靠火力發電 屆時不但全民得用費發電 電價還會再飆漲 陳建仁是標準的自欺欺人 你要面對現實 我們的綠電就是追不上 只有靠火力發電來彌補 這是騙不了人的 陳建仁現在不要像邪教教主一樣 每天散播邪說催眠群眾 想避免缺電噩夢上 也讓核電廠延漲60到80年 民進黨政府難道還要把核電 當成洪水猛獸嗎 像美國加州的魔鬼谷核電廠 它的執照明年到期 可是基於無碳電力的一個需求 它就給予豁免 新政府應該要考慮 即時讓核電能夠研議 請賴清德誠實面對電的危機 新政府要上來的時候 過去該檢討的趕快檢討 新政府即將上陣 能不能還給百姓穩定供電的環境 全民都在等著看 記得謝宏盧須光好